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个Fest Hall已经很快的成为我最喜欢的材料来源了 那真的是很棒的东西 一篇一篇的短文 然后多半很有趣很好笑 那今天要看的呢 它里面会提到什么怎么讲刘海 刘海的英文 那这边B开头是什么呢 其实我相信蛮多人知道 因为这不算是一个很深冷的字 but still 我们看看还有些什么英文可以学 那我们就看这个它说了什么故事 So my mom wanted a lock of hair from my newborn I didn't want to spoil the baby's hair And besides, she didn't have much So I cut some hair from the next door neighbor's cat And gave her that She still thinks it's a real lock of hair 结束 Alright 好 这她妈妈 那这个妈妈的拼法 MOM啦 MUM啦都可以这样子 那妈妈想要a lock of hair 这里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字了 什么叫a lock of hair lock你了解是锁有没有 难道是头发跟锁什么概念吗 不对 一搓头发就叫做a lock of hair 很有趣的一个单位词 所以我们现在就干脆就来直接切入 刘海怎么说 因为刘海也就是一搓一搓的头发 在你的额头前 不是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Wikipedia怎么解释刘海 所以她直接告诉你B-A-N-G 就是刘海 Bangs 那Bang这个字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 像例如说 撞击声 或者是像枪声BangBangBang这样子 那还有像是 撞击声也可以用在 做那件事情上 所以做那件事情也可以用Bang这个字 来当做一个代名词这样子 动词这样子 好 所以Bang没问题 那北美用的是这一个 那英文 不是英文 英式的话用的是Fringe这个字 Fringe这个字其实还有边缘之类的意思 就on the fringe 就在边缘上这样子 那边缘像 哎呦 刘海在你的额头边缘 好像也蛮合理的 好 所以Bangs or a fringe excuse me are strands or locks of hair that fall over the scalp's front hair line to cover the forehead 卡卡的 好 anyway 所以Bang或者Strand Bangs或者Fringe呢 就是Strands or locks of hair 所以这里就看到了 有人说头发的单位词可以用Strand 也可以用lock 就是一戳的意思 那Strand这个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说像金鱼搁浅 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金鱼是海里的那种大金鱼 那你知道吗 有时候他们会搁浅在沙滩上 推都推不回去 那可能我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办 应该是死了吧 还是很多很多人一起把他推回去 总之Strand可以 像我们也 我很常讲 就例如说飞机因为下大雪 天气不好不能飞 然后数千名乘客卡在机场走不了 So thousands of travelers are stranded at the airport 很常听得到 好 所以Strand就有卡住的那个概念 那在这边就是一戳一戳的头发 So strands or locks of hair So locks你刚刚已经看过了 那这一戳一戳的头发 那他都用复述 所以这些戳的头发呢 就盖住你的这个 scalp这个字呢 是你的头皮 你头皮的前面的发现 他把它盖住它 So strands or locks of hair that fall over the scalp's front hairline Fall over就盖住它 头皮前面的这个发现 来把你的额头盖住 to cover the forehead 那通常就是只有在 你的那个眉毛的上面而已 So usually just above the eyebrows they can range to various lengths 通常虽然说但是 他的这个长度是各种变化 就是了 不一定一定要到眼 那个那个 eyebrow就是了 好 你需要我解释跟你听什么 叫做 这个 刘海吗 够了啦 这样子可以了 来 所以他妈妈想要一戳 baby的头发 做纪念吧 My mom wanted a lock of hair from my newborn so my newborn就是我的新生儿 这样子 那他不想要把baby的小朋友 这个 刚才长的那个 那我们知道这个胎毛 是不是啊 我们华人会做成胎毛笔 他不想把这个baby的头发 搞得烂掉 然后乱剪一通 so I didn't want to spoil the baby's hair 所以spoil这个字 就有这样的意思 把什么东西给弄砸了 然后还有像是食物坏掉 之类的一个种这个字 而除此之外 他根本也没太多头发 and besides so besides 除此之外 she didn't have much to begin with 他根本一开始也没太多头发 to begin with 我自己夹进去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就穿了邻居身上的猫 剪了一些猫毛下来 so I cut some hair from the next door neighbor's cat 然后就把它给他了 gave her that she still thinks it's a real lock of hair 他还是以为 这就是他的孙女的毛 不是毛 头发了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 猫的毛 怎么根本怎么有可能是 他如果是黑猫 那就像我们黄种人 黄种人听起来乖乖 总之我们是黑发人 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是橘猫之类的 外国人有很多那么blonde 对不对 那好像是可以的 好 anyway 所以我们今天就搞定了 讲完了什么是bang 好再多看几个 不要这样子 我们至少再多看一个 好不好 来 下一个故事说的是 因为我还想今天顺便讲一下 这个recommend的文法 很久没讲了 算是复习一下下 来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my dentist recommended I get a water flosser which I did I still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这个女子们 我思考一下 p-l-a-q-u-e plague 不是plague 因为另外一个字是plague plague 是那个瘟疫 我下面有写 只是我自己脑袋也转了一下 才把他的发音 确认一下念出来给你听 plague 那上面这个字是plague 所以他那个发音上面这个是那个蝴蝶音 所以不是plague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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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是可的音 by the way plague plague 下面是plague plague 好ok 好所以再继续念下去 so I still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plaque but I do have very clean arsehole now 呵呵呵 念得都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故事说什么呢 我的医生建议我 my doctor my dentist recommend it 那recommend 建议没问题 后面你看他是 I get a water flosser 那你看recommend是过去诗 对不对 所以医生建议我去买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这边要强调一下建议我去买东西 这里能不能写成 我写写看 so my dentist 我的内容都跟他一样 recommended me to get a 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问同学 这样写行不行 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今天我改成 我的牙医要求我去买一个water flosser 插个嘴 water flosser就是冲牙机 floss floss这个字其实是哪一个 我把这个字稍微框起来一下 floss floss floss就是剃牙 用牙线的剃牙 因为剃牙你可能用牙签 不是用toothpick 我们用的是floss dental floss 那个叫做用牙线去剃牙 那个是所有医生都会建议的 牙签不好 因为我把你那个什么 发浪是把那个 是因为你难免会去戳到你的牙床 那牙龈 那可能那个弄久了之后 你的牙龈就会萎缩还是干嘛 不要听我讲 我说不 I'm just talking off the top of my head 然后给他对于misinformation 好了总之医生不会建议用牙签 理由为什么 I'm not going to speculate 好回来这里 所以如果我今天说成是 医生要求我去买这个冲牙机好了 water flosser 那我就把recommended改成asked OK 所以如果就把它改成asked加ed好了 你看这两句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 my dentist asked me to get something or my dentist recommended me to get something 你会说那这两句不就一样吗 那我可以再加一个建议叫suggest 有没有 so let me go one step further 我就再插一句进去 my dentist suggested me to get something 是不是三句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好那我要跟同学讲 这三句只有一句是对的 就是ask可以这样子用 下面的suggested跟recommended 这样子的用法都是错的 都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就先把这个就把它讲掉吧 就是suggest跟recommend 它接下去那个受词 所以这里的me in this case 这个me就是被人家推举建议的东西 举个例子给你听 就换个这个什么叫推举建议的东西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在找男朋友 我的一个女生朋友想要找一个人嫁了 结果就跟他说 我建议你 我这有个朋友叫David 长得又帅 然后工作又不错 年入百万之类的 所以我就说I recommendDavid 这样子是OK的 因为David就是我的建议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就再换个内容 我先把这个说一下 I recommend David 这就OK吗 对吧 好 那我就把这个 把跟他的对话呢 再做一个转弯 我就对这个女生说 我建议你呀 去跟他约会一下 看看好了 好不好 So I recommend you to have lunch with David 这两句 上面David是受词 下面you是受词 这里就出现了这个 就 recommend这个字 我现在要讲这文法上的 本质上的这个差异的不同了 上面的I recommend David 没问题 David是我所推荐的东西 下面这里 走到了I recommend you 就已经错了 因为这里变成你是我所推荐的东西 不对啊 我所推荐的事情是你跟David 共进午餐 所以我必须把下面这一个 我建议你跟David吃个饭 我必须把 recommend后面变成一个寿词 这个寿词叫做你跟David吃饭 不可以只是你 因为you一丢下去就变成了 你是我所推荐的东西 就像我刚推荐David一样 有听懂 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that 然后接下去是你跟David吃个饭 you have lunch with David 这样才是recommend跟suggest的 这个正确的使用逻辑 听懂 好 那下一个要讲的就是 后面这个have 其实是个假设语器 因为你想一想 我推荐你跟David吃个饭 你也不一定会听我的嘛 所以这是我们常说的就是 你想要他成真的东西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一定照你的意思发生的 可能会事与愿违的 因此后面这一个子句 其实必须要用假设语态的时态来进行 也就是说 它会变成跟现在相反的过去式 用过去式来表达跟现在的事实可能相反 所以这里的you have 你看不出来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今天 把它再换一个内容好了 我们下礼拜一要开会 老板建议大家准时到 因为老板讨厌任何人迟到 so the boss 老板suggest 我们换成suggest好了 没有关系 所以suggest什么东西呢 that everyone is on time 这里呢就不用is 因为这边会要用过去式 你用was可以 或者用came the boss suggests that everyone came on time 也可以用should be 那你看这三个事实上时态是一样的 因为全部都是过去式 你没想到他should be是过去式 yeah should是过去式的助动词 那我们考试会怎么考 这个should一定会把它升掉 所以你考试就只剩下 I suggest the boss suggests that everyone be on time 这是考试会考的方式 OK 好 所以算是个复习 因为我知道 很多同学听这个听很多次 真的 我相信 但是这是一个多艺 或者是高中考试或什么的 一定会出的一个 考试的一个 算是一个提醒 不要讲提醒 就是考的主题之一 像例如说考时态 考动词变化 或考一般的词性的变化 形容词跟副词的不同点 或什么的 其中一个考就假设语器 或者关带一定会考 这些的 所以这个东西 同学一定会考 所以 My dentist recommended that I get a water flosser 这样看懂了 所以本来有个that 省掉了 所以他这里是 如果写成recommended me 希望你就知道 为什么错了 因为刚刚已经 I'm not going to repeat myself again OK recommended me是不对的 recommended that I get a water flosser which I did 而我有去买 买了一个冲牙剂 我老爸也买过 没有用 没有在用 好 anyway 所以他现在呢 还是有一样的牙菌斑 所以也就是说 买了这个冲牙剂 没在用 I still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plaque 所以牙菌斑 叫plag 那plag 我刚刚在发音上 自己小小的 很谨慎的 把它念清楚了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 所谓的排扁 扁额之类的 意思叫plag OK plag but I do have very clean arsehole 所以我的牙菌斑 还是很多 但现在我的屁屁 就很干净了 所以这个人 把冲牙剂 拿去冲屁屁了 OK 那英国人讲屁股 那美国人就 you arsehole arshole 可是英国人不是ass 它是arese 所以这里被画红线 是因为我的microsoft word的版本 是美式英文 那事实上英式英文 arese是对的 所以arshole 我都不是很敢把这支 念太大声 因为就觉得 不是很那个 其实蛮好怕的 arshole OK 好啦 那大概就这样 OK 我们今天讲两则 其实也够了 因为既然讲一个 比较文法的复习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假设语气 好 希望你喜欢 看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